Bloodfoot的影片 Yo 大家好 我是Tim 今天呢 我们为以带来的Bloodfoot的影片 是关于我们种族觉醒的影片 在前几天呢 Bloodfoot他们官方的频道又发布了一个 关于种族觉醒的影片 他们这次发布的影片是 那个种族觉醒的展示 官方展示版本 上次我发的影片呢 是他们的那个管理员在直播中所展示的版本 那个版本呢 有一点不清晰 他也只是展示他那个 变身后的样子而已 但今天这次影片呢 他展示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他变身后的样子 还展示了给我们他变身以后 所拥有的技能 还有一些效果 都展示在这个影片里面了 还有今天也要给你们带一个好消息 就是种族觉醒这个东西 终于要在我们的1月7号到来啦 至于这个1月7号是我们的 台湾时间 台湾时间1月7号 在美国时间是1月6号 那一样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系列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点下一个喜欢 也不要忘记帮我的频道点下一个订阅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以后频道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记加入我的Discord伺服器 这样你就可以与我还有我的观众们一起聊天 点击也有放在下方说明栏 点击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种族觉醒的展示影片吧 我们下期再见 这边要聊天 也订阅一下 就能不能够订阅日快点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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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首先你剛剛看到的影片就是他們官方所發布的影片 也就是我剪輯後的版本啊 你可以看到這些種族出來的效果其實都非常的酷 那我們就期待1月7號他們會怎麼把這個種族覺醒給公佈出來吧 至於現在呢我要給你們一些bonus也就是一些額外的一些資訊 在這幾天呢作者的推特 沒錯是作者本的推特哦 他發布了一些關於種族覺醒的一些小小的透露資訊 那我今天在這支影片也要來告訴你們他到底講一些什麼 還有這個種族覺醒到底在作者的口中是怎麼運作的 那我們就馬上來聽吧 首先作者發布的第一篇文 他裡面講到說種族覺醒呢是一個有時間限制性的變身 然後玩家在這兩個條件之下變身以後有機會獲得很大的翻盤機會 第一個呢是這一場戰鬥拖太久了 就是你和一個玩家的戰鬥已經拖很久都沒有勝負了 第二個就是Team們也就是我們的組隊人 第二篇文呢作者講到你的變身的那個就是我們上週講到你變身的下面那個寫那個 進度條這個種族覺醒的這個條呢會在你受到傷害或者是你造成傷害的時候他都會往上加 這代表什麼如果你如果你現在在打組隊的人你現在在打很多個人你是一打多的話那你就有很大的機會可以先變身 因為你的收集條收集的比別人還要來的快 然後你也不容易消失你的變身也不容易消失 因為你會一直對他們造成傷害或者是你會一直受到傷害 所以你變得在所以你在種族覺醒的時候你在戰鬥中會變得非常的有優勢 再來他說的第三道文呢 種族覺醒總共有兩個被動劑 這些被動劑呢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的加乘上來 也就是時間拖得越久這些被動劑就會越來越誇張就是就是越來越強的意思 其中一個基本的加乘呢是你所有的點數都會變成最高的 目前這裡有個猜測就是這裡所有點數最高則是你全部包含你的拳頭你的槍你的刀你的果實之類的 只要是在點數裡面他都會一律變成最高 什麼意思呢就有點像是說假如你現在只有拳頭體力果實是點滿的 當種族覺醒集中以後這個基本的加乘就是 不僅僅是你的這三個還有其他什麼你的槍還有刀全部都有都會是點滿的狀態 只要是種族覺醒開啟的時候目前的猜測是這樣 然後他的其中一個被動劑當然也是會增加你的攻擊力還有你的速度 再來作者第四道文說到 這個種族覺醒呢在PVP裡面就是跟別人對決的時候是最有用的 然後這個種族覺醒的功能主要就是讓你盡快的結束這場戰鬥 因為種族覺醒就是讓你變得非常的強 可以讓你快速的結束這場戰鬥 當然當然不要忘記喔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有技術的玩家 你還是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打贏這個已經開啟種族覺醒的玩家 再來作者這次發布的最後一篇文也就是也就是我們的第五篇文 他說到呢種族覺醒每一個種族覺醒都有自己的專屬標題 這個標題呢就是你在聊天室打會在前面出現的一個東西那個東西叫做標題 或者是顯示在你頭上的 每一個種每一個種種族覺醒都有自己的專屬標題 至於是什麼標題呢 我會在下方放圖片 這裡你就可以知道對應的種族是什麼標題啦 至於顏色目前還不確定 所以就大家就看看就好啦 至於你剛剛以上聽到的內容 就是我們這次作者還有他們官方所發布的關於種族覺醒的更多消息啦 那這個內容呢都是截至於1月2號 後面會不會有更多他們發布的資訊的話 我會在以後再做更多影片的介紹 或者是直接以貼文的方式跟大家呈現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不知道你對種族覺醒期不期待呢 不管期不期待我們1月7號就可以知道真相啦 那我是Tim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大家好 影片訂閱 在屬於本uur哎 reject